大家好 不好意思 再用了一些時間 原來的無線網路 RVU打開 用網路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今天是韓非子的 原點導讀的課程 我們今天進入的進度是 解老篇 上個月我們 讀了解老篇的前半段 今天我們進度就是要把解老篇的後半段 讀完 韓非子解老篇 後半段讀完 請大家找到那個 所謂有國之母 母者到來 好 韓非子這個 作者韓非 書名叫韓非子 整部書的重要的精神 就是 讓國軍能夠 復活強兵 全部都是對國軍的講話 透過非常多非常多的 韓非所觀察到的 這個周朝 商周 然後西周東周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 太多太多過去各個國家 攻伐征戰或者是內政管理的史實 建立了 這個富國強兵的基本原則 找到了許多的失敗的案例 建立了失敗的規律 所以韓非子這部著作是對於 如果以現在人來講的話 對國家管理當然是直接有用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對企業管理也是直接有用 因為這個思路是完全一樣 就是鞏固自己的團隊 鞏固自己的權勢 其實就這兩點 鞏固領導者的權位 然後鞏固自己的團隊 自己的組織 所以韓非就提出了相當多的觀念 重法 重術 重釋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現在所讀的這個材料 它比較特別 這張的片名叫做解老 下一張的片名叫做遇老 比喻的遇 遇老篇其實就是用暗義 來說明老子的某句話的意思 然後呢 解老篇是用理論來說明老子的某句話的意思 然後在葉子之前也有這個學者指出 解老遇老恐怕不是韓非本人做的 那上一次我對於這個 我對於這個想法還不是很明確的認同 但是我這次重新在做準備的時候 我就有非常清楚的判斷 清楚的感受 這個遇老篇就是我們解老的後面那一篇 那肯定還是韓非做的 因為裡面所舉的這個歷史政治事件的案例 跟韓非在前面後面的篇章 說他的案例完全是一樣的 他的認知也是同樣的意思 甚至用詞其實都是一樣的 而且並沒有展開什麼老子的意思的討論 所以呢 就文字就滿犀利的 所以我覺得遇老篇就是跟韓非子其他的文章一樣的 都是韓非的文筆文封寫下來 所以當然那就是韓非做 但是解老篇真的比較像學者在寫東西 他就寫了四庭八文 寫了公公整整 那麽意思呢 其實是簡單明瞭 那意思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那就是簡單明瞭 但是感覺到那個才氣 就沒有那麼綜合的樣子 那韓非子其他的文章 其實有一種才氣很綜合 一句話這個典道會 一句話跟那個殺傷力 那種淋漓暢快的閱讀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讀這個解老篇 就要像在讀那個老先生老學舊 已經什麼東西明白了 書也讀得很通透 然後做一下一種文字的整理 所以文字非常的工整 那文句呢也非常的明白 所以讀解老篇的這篇文章 我們也可以相當有收穫 這個收穫首先是 國文程度提升的收穫 這是第一個收穫 第二個收穫 當然透過這裡面的這個文字 讓我們逼近一下老子的思路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對韓非的思路呢 是沒有什麼接觸的 韓非的思路呢 我們要到下一章遇老 大家才可以感受到 韓非的這個思路 所以這篇文章其實應該是 藉由這個韓非之名啊 因為韓非自己做了遇老 我完全可以覺得說 遇老真的就是韓非寫 韓非自己做了遇老 但遇老就是用歷史典故 然後講老子的句子 沒有把它做一個理論的說明 所以可能就有學者認為說 我幫韓非做個理論的說明吧 既然你遇老了 那我就解老 但我要強調的這邊所謂解老的解老 確實還是比較是老子的思路 所以比較沒有韓非的文筆的風格 好 然後呢 這個我稍微要比對一下這個老子的文本 所以我要把這個老子的文本找出來給大家問一下 因為這有很多就是直接是講老子的 好 五十九張 先把那個老子的長出來 先把那個老子的長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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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子五十九張文字是這樣 他可能看不太清楚 想辦法 稍微好一點 可是可能還是看不太清楚 我用念啊 智人是天莫若色 夫為色是為早福 早福之為之重機德 重機則則無可 無可 無可則莫之其極 莫之其極可以有國 這其實是我們上個月講過的 那韓 這個韓非解老天的 對這段文字的解讀呢 那其實也是相當的正確 有沒有什麼不對 那今天這一節是從下面的文字開始 有國之物可以長久 是為生根故底 長生久世之道 就是掌握到了讓一個國家可以強盛 可以壯大 而且可以持久的根本原則 這就是掌握到了那個道 好 所以這個其實 韓非的這一章 就是要對這句話 做一下一個解釋 就是 所以有國之母 韓非子的解老天的文字 對剛才那一段的解釋 有國之母 這個母就是道 掌握國家長治久安 而且這個國父兵獎 的原則就是那個道 那個根本原理 道也者 生於所以有國之術 道這個概念在老子的使用中 那麼 這個是普遍原理的意思 在韓非子的使用當中呢 那也不能說它不是普遍原理的意思 但是呢 對韓非 他所關心的普遍原理 當然就是復國強迷路的事情 所以這邊直接說 道所以有國之術 也沒有什麼不對 只是道在老子的使用 就是最高普遍原理 那儒家的道也是最高普遍原理 佛教的道也是最高普遍原理 道家庄子的道也是最高普遍原理 韓非子的道也是最高普遍原理 可是這個終極的自由 可是這個終極的自由呢 在人間世界就是不要受社會的束縛 那另外的話就是 在另外一個世界能做神仙 那如果是佛教的話呢 終極自由在原始佛教就是阿羅漢 大眾佛教就是成佛 所以呢 這個大家要追求的東西不一樣 因此作為我所要追求的目的的普遍原理 內涵就會不一樣 雖然都是普遍原理 所以我們不容易輕易的說 這個道在這邊也是這樣 這個意思 在那邊也是那樣的意思 融洪的講可以 都是最高原理 都是普遍原理 可是不同的學派面對的問題 不一樣的時候呢 我們要準確的了解這個學派的內涵 你就要知道他在面對什麼問題 韓非面對富國強兵 所以這邊講道雖有國之術 但是如果道雖有國之術 放在儒家就有點對但不太對 放在佛教不太對 放在莊子根本不對 這樣子 所以這就適合法家韓非的思維脈絡 好 所以有國之術 故謂之有國之術 就是掌握國家的根本原理 道 用道來與世周旋 用這個原理來應對事物 那麼就能夠建立國家 而且獲得長久的國障的效果 持路也久 這些建立國家的 不管是國軍還是大臣 主要是大臣 協助國軍 創建國家的大臣 他自己呢也可以做大官 得到俸怒長久 所以有國之術可以長久 所以不管是大臣還是國軍 掌握到了建設國家 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 就能夠讓國家長久 以及自己的俸怒長久 自己的榮華富貴長久 這邊就做文字上的解釋 樹有慢根有直根 直根就是那個一直往下走 慢根就是往旁邊衍生的 擴充出去的這些樹根 這是所謂呢 讓樹木能夠屹立不搖的基礎 跟著樹之所謂敵野 敵野者木之所以見生野 所以就是直直下去 使得樹木有生命的那一個地 那一個健身的根 所以一定要掌握到這個根 這樣子 但是呢 這是讓你有生命 讓你有生命之後呢 還要豐富 還要持續等等 那就是靠慢根 木之所以持生 就往旁邊走到各處去 吸收水分 吸收養分 但直直下去那條直直的那個根呢 那個根是讓你有生命 讓你活起來 讓你樹皮長得高高的 但是要獲得水分 獲得營養 還有其他細的根 往旁邊蔓延 所以首先需要有國土 有人民 有武力 使你的國家建立 之後呢 之後呢 這個就是你處理國家的公共政策 管理人民的方法 這些方法要對 政策要好 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那就等於就是那些慢根 德也者 人之所以建生 路也者 人之所以持生 用樹木的這個直根跟慢根 來說明 樹木要這樣才能夠獲得生命 並且百年千年 那就用德來做一個比喻 人也是需要這樣子 人需要德跟路 有德才能夠使這一個人 之所以為這一個人建立起來 但是要有路 才能夠讓他生活的好 所以人的生命的根本 他講的不是說這個 腹筋母血啊 然後血氣啊 你跳躍過這個層次 在已經有生命之後呢 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是你的品格 但是呢 有品格是因為是 能夠讓我們活得好 並且對社會有幫助 那我們需要資源 就是這樣 那這個路就是指的這個資源 人之所以持生 今建於禮者其路也久 所以呢 能夠讓我們獲得資源 然後把生活過得很好 的話呢 就要靠這個理 靠這個理 理就是做事情的確定的法則 道就是一切最高的普遍原理 那道裡面呢 有直根有慢根 有德有路 那經建於禮者其十路也久 故曰生其根 提其道者其生日常 故曰故其底 底故則生常 根生則是酒 故曰生其根故其底 長生久世之道 好 然後長生久世之道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畫面給我 好 在老子五十九章 所以有國諸主可以長久 根生底部 長生久世之道 其實講的就是掌握國家的這個根本原理 倒不是講個人的生命的氣功啊 修煉啊 可以長命百歲 甚至長生不死 倒不是在講這個 只是用這個詞 講的國家建設基礎穩固 然後國家長久 講的是這個東西的意思 好 所以現在就藉由 這樣一個比喻來說 這個人以及國家的生命 用這個根生故底來說 但是這個根生故底的原則是什麼 在剛才這段文字裡面 所陳述的 講的是抽象的 其實並沒有講這個 核心的原則 核心的原則是 我們上週在解釋這段的時候 差不多都已經講過了 那最簡單的一個原則就是 節約 簡約 簡博 減少欲望 就是根生故底之道的根本原則 然後呢 節約體力 然後能夠讓身體健康長壽 所以我說 解老篇的這些思路呢 確實比較是老子的思路 那不是韓非平常在關心的問題 裕老篇的思路呢 是韓非在關心的問題 那進入老子的話 講的例子都是國家 從國戰爭 國軍被殺這些案例 那我們再看解老篇所講的 老子的文具的觀念的解讀呢 比較多的是老子的意思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 工人樹片葉則施其工 好這段話是要講什麼呢 這段話是要講 這個老子哲學的這個六十章 我們不略的回去一下 老子哲學的六十章在這裡 六十章 這個智大國如彭小仙 一道立天下騎鬼不神 非騎鬼不神 騎神不傷人 非騎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夫倆不相傷 故德教歸念 老子六十章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 韓菲在這邊呢 做了他的這個解釋 那 就是 智大國 若通小仙 怎麼講智大國若通小仙 他掌握的一個原理就是 我們在煎魚的時候 在座很多人已經不煎魚了 很多人吃素 在煎魚的時候 要慢慢的弄這樣 你要太用膩 那個魚皮 就被你弄壞掉 那就很醜 自己家裡吃沒關係 有客人來就不好吃 餐廳的話 就絕對不能夠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光澤就沒有 要慢慢翻慢慢動 慢慢翻慢慢動 那 韓 那個 傑老天就掌握 這個原則 然後說 對國家事務的管理 越大的國家 法律 盡量不要改變 不要常常改變 不要招令理系感 你要建立一個新的法律 很好 可以想好的再建立 建立以後呢 不要去改變它 而且建立以後要去執行 那不去執行 建立法律是沒有用的 韓菲是法家 法家就是要縱法 但縱法呢 是要去實行這個法 如果有法而不實行 沒有用 那現在呢 在傑老天強調的重點是 叫你少去更動那個法律 好 就譬如說 工人數變業則施其工 好 這個 我們常常講 易經有六搖 第一搖就是基層的勞工群眾 然後今天在這一家工廠 做做做做做兩個月 明天要到另外一家工廠 要做一個半個月 後天又到另外一家公司打工 又打工了兩個禮拜 你說這個人 事業能夠成功嗎 沒有辦法在任何一個公司單位裡頭 從第一搖上升到第二搖 沒有辦法累積自己的職場上面的信用 樹變業則施其工 作者樹搖洗者王其工 農夫也是一樣 今天在這個土地耕種的半年一年 然後又不要 又搬家 搬到另外一個村莊 另外一個山坡地 又在那邊耕種耕種了兩個月 絕對不好用又走了 到另外一家耕種了兩年 覺得自己想種的東西沒種出來 又換了地方 那這個絕對不可能 有些東西收成是要五年十年以後的 有些東西收成一年兩年之後 第三年第四年才開始豐收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絕對不會有好的效果 就你就浪費力氣 一人做日王半日 本來你可以有 做一天有一天的功效 就你這樣換來換去 做一天只有半天的功效 那十個人都這樣子 一個人這樣的話 你做了十天的事 你就浪費了五個人的力氣 那如果有一萬個人 每天都是這樣子 每天都浪費半天 過了十天以後 就浪費了五萬個人的 一日工作績效 你說這是社會多大的成分 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要老是改變你的行業 不要改變你耕種的田地 那這兩個都很清楚 接下來就是不要改變你使用的公共政策 和管理人民的法律 數片業其人迷重其虧力迷大 就是說你的行業改變 那麼改變行業的人數越多 國家的資源的虧損越大 同樣一批人在一個地方 持續工作一年兩年五年十年 產生的效能 如果你不去變更它的話 那效能就很大 但你如果去改變行業 這麼多人都改變行業了以後 那效能就被解敗了 所以我可以講 改變行業的人越多 國家的資源損耗費 越多 法令更則利害義 法令一改變 像我們國家現在 就要思考這個 法令改變的問題 那這個法令一改變 對於老百姓 什麼對他有利 什麼對他有害 跟計算的原則就不一樣了 所以大家來面對這件事情的 反應的方式又不一樣 不一樣了以後 自然而然導致人民 百姓自己調整他做事的方式 做事的地點 做事的領域 所以有人想要換工作 公務員不錯 做私人公司的職員 說不定有人想要提早退休 或者怎麼樣 那說不定有人就想 那我一定得做主管 那就Bug主管的位置不讓 這樣就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所以法令改變 涉及越多的人 每一個人因此利害關係不同 他就得調整他應對進退的做法 我剛剛講的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比如說提早退休 比如說A轉行 比如說這個Bug主管的位置不放 這樣子 這事情都會很多 所以這邊就講 這個厲害力民物變 民眾就會想改變他 在職場上角色扮演的邏輯 物變之位業變 之位變業 就是變了港變行業這樣 故意理官之 是大眾而素搖之則少成功 也就是說管理很多的人 管理一大堆的群眾 那國軍管理整個國家 就是素大眾 你法令跟政策素搖之 你任何一個政策的效果 都打折扣 還沒有到他開花結果收成的時候 你又改變 那什麼政策都沒有辦法 這個有效果 那在人物制裡面講 這個法家建議法令 一開始大家都很痛恨 但是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 新的法令執行久了以後 他巨大的績效一定會出現 就一定時間要很久 那時間太短了 效果沒有出現 結果你又變 那就等於什麼效果都沒有 少成功 長大績數幾次 則多敗殺 那這個 好不容易蓋了一家工廠 然後生產 就不久之後呢 因為原物料的關係 供應啊 或者因為水電不能夠配合啊 或者這個工廠的這個員工呢 什麼品性不良啊等等 那要欠償 好了 又花了好多的資本 又花了好多的時間 又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重新蓋了一個工廠 等等 長大績數幾次多敗殺 你浪費了很多的資源 好 彭曉信樹勞之日賊奇者 其實他本來是要解釋這句話 然後把這句話 做的文章 稍微擴大一些 所以我覺得 讀劫老天 有讀果文課本 就要把一種功效者子 其他本來就要解釋這句話而已 那這句話就是 彭曉寧嘛 你翻來翻去 賊奇者 者就是光者 光者就是這個魚皮亮亮的 這個亮亮的魚皮就被你弄破掉啦 或者是這個尖黑掉啦等等 那就賣相不好 就可以這樣 治大國數變法 民苦之 我到底要依據哪一個原則 國家的總體政策的方向 如果一直在改變 那人民無所適從 因為你一個大方向定了 我的小方向就跟著定 丟你一個大方向又改 那我的小方向當然得跟著改 那就是讓百姓的浪費很多的力氣 所以呢 有道之君呢 貴虛境重變法 不是不變法 而是想好了 講好了 再變 一次變 然後變了以後呢 要用很久 要用幾十年 在沒有大的事情發生之前 不是大的天災人祸 是不改變這個法令 所以叫做貴虛境 平常就不去騷擾民眾 因為舊的法令也許不是很好 可是大家都有各種的方法去應對 去面對 去融通 因為其實都可以 硬是要改一個大的法令 反而會捨立到更多的小的事情 要跟著更動 最後消耗了很多力氣 這些力氣在過去幾十年 十幾年的時間 其實都已經用各種方式把它處理掉了 好 然後呢 要解釋 以道祭天下 騎鬼是不神 非騎鬼不神 騎神不傷人 這個聖人亦不傷人 兩不相傷 要解釋老子的這一段話 那麼 韓非子的劫老編 在這一段話的這個解釋上 其實就是要大家 還是少遇 知足 不犯罪 國家呢 就不會找百姓的麻煩 人民呢 就不會因為自己很麻煩 所以呢 這個就怕鬼 這樣 所以這段話解讀的 滿有趣的 我們來讀一下 人處籍貴醫 生病的時候呢 要找醫生 欸 可是另外一個情況 有麻煩事情的時候 會 衛鬼 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 在我們今天的時代 其實非常生動 你有官司的時候 欸去找某個公廟 來看能不能幫你這個 化解官司 你有麻煩事情的時候 有人要欺負你 然後去找一些這個 道士啊 看能不能弄一個法術 幫你解決你的仇人 但是你也會怕人家用這個方式對付你 所以就衛鬼 衛鬼其實就是禁鬼 在這個時候 人間的方式呢 沒有辦法幫你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會訴諸於鬼神 想要用一種超越的力量 來幫你解決眼前的困難 這就是火 火就是突然來的麻煩事 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方法可以處理的 用功讀書讀毀了考試 然後就考上了 這樣 這是用正常方式的處理 規規矩矩做生意 每天賺一點 每天賺一點 時間久了 我也就有累積很多的財富 這些都是靠自己的平常的功夫 就能夠成功 就今天突如其來 來了一件大的災難 大的禍事 不是我每天讀書 然後一年之後可以考上的事情 也不是我每天安分做生意 然後兩個月之後我可以累積到多少錢的問題 我是眼前就有災難 今天就要解決 累積是無效的 今天就要解決 就會想要用超自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就想要祈求鬼神的幫助 所以有貨則為鬼 這句話說得非常生動 非常符合中國人的性格 符合今天的中國人的性格 還是如此 聖人在上則名少欲 名少欲 所以各位朋友 少欲就是老子的根本哲學 在修養功夫上 少欲是老子的最高智慧 這樣子 這個 弱者道之幼 那這就是少欲的一個解讀的方向 聖人在上名少欲 所以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是一個老子型態的智者的話 他會不上前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禍使民不回道 這個不幸可遇使民心不亂 那是老子的句子 所以呢 老子型態的領導者 在上位 會讓大家少欲 各位朋友 少欲是什麼意思呢 少欲是不要用那種一本萬利的心 來做生意 少欲不是不要滿足你生活的基本需求 或者是追求 這個理想 或者是美化藝術等等 不是 是不要讓你享有貪圖的妄念 你可以一本萬利 然後你可以不勞而獲 你可以事半功倍 這就是少 這就是欲 不上嫌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禍使民不回道 如果國君說 好現在呢 這個只要誰送我一盆 什麼蘭花的話 我就讓他做這個台北市市長這樣 那蘭花就變成難得之禍 你不必幾十年的努力 你不必為選民服務幾十年 你只要到山裡面找到一顆蘭花 你就可以做台北市市長 那這就是欲 不上嫌使民不爭 那怎麼樣上嫌呢 他就說 好現在呢 這個只要能夠 這個會用某一個管制的最新的這個軟體 電腦軟體 那麼我就可以讓他做台北市市長 好了 就大家敢配備去學那套軟體 就那套軟體通通中中病毒了 那也會有人破壞這樣 那只要學會某個東西 就不夠得到巨大的利益 只要會某種能力 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大家就搶破頭 拼了腦筋 而且互相傷害你 讓自己有那個能力 然後讓別人沒有那個能力 這樣就給一本萬利 不到巨大的利益 所以領導者如果總是用一本萬利 事實功倍 巨大利益來引誘人民 滿足他自己的慾望 那人民就衝突 就會起衝突 就會天下打亂 所以呢 可是很多的國軍是這樣子 在操縱他們人民 他的慾望是什麼 誰能夠幫我達到這一點 那然後呢 我就會給你這個很大的這個利益 那這個人民就爭這個利益 大家就起衝突 國家就難以致 所以叫做不限可遇使民心不亂 所以我要把老子這句話說清楚 這個可遇不是說我這個正常的營生的東西不要 不是這個意思 甚至合理的理想的追求不要 也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時候不要慾望 變成阻礙了理想的追求 以及不恰當的制度的改善 說這是你的慾望 這也是不對的 這裡面所講的慾望一本萬利 事半功倍 不勞而獲的慾望 被領導者勾引起來 那是不對的 好 所以上人再上明少慾 明少慾以後呢 邪氣智舉動你 你沒有那些一本萬利不勞而獲的慾望 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那每天就會有時間運動 每天就會有時間的練習 這個呼吸 打太極拳 練氣功 身體就可以健康 邪氣智舉動你 您少或愛 舉動你就是 你的行為都符合世俗的規範 社會的這個視野觀瞻 那你不會惹麻煩 禍害再生 因此內無 錯舉單制之害 就是你的身體裡面呢 不會這邊長個窗 那邊長個濃 最麻煩就是長個流之類的 你身體不會有麻煩 外無刑法法諸之禍 你同時不會因為你做的事情太過分啦 觸犯了法令 結果政府機關警察派出所來找你麻煩 就不會有這些麻煩 不會有這些麻煩 關鍵只有一點就是少慾 那人民可以少慾 關鍵只有一點 再上位的領導者 沒有讓人民不勞而獲的屬性 我只要幹某些事情 我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我只要做某種政治表態 我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我幹某種事情 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那人民就慾望大了 慾望大呢 就沒有時間運動 到身體會生病 慾望大呢 你做一些事情 觸犯了法令 違背了理 讓人們無法接受 結果他自己惹了人禍 觸犯了法令 好 所以呢 就外無刑法法序之禍 內無這個戳居單治之害 那既然沒有這些內憂外患 這個人就不會那麼怕鬼 或不會天天去敗鬼 或不會天天想要找道士幫他解決問題 要訴諸這種超自然的方式 來免除眼前利益的破壞 清天鬼也剩 他面對鬼的事情的態度就輕鬆了 就不那麼在乎了 故願以盜氣天下起鬼不死 就不會鬼靈鬼氣 神威力顯赫 上面有國君在治理 下面的人民百姓天天跑廟裡頭去求鬼神 所以好的國君的管理 就可以讓天下人民呢 少益知足沒有禍害 不需要訴諸額外的這個超自然的方式 知識之明不與鬼神相害也 天下太平的時候大家心平氣和 日子過得非常的輕鬆自然正常 人性是正常的 不會想要利用鬼神害人 也就不會想要利用鬼神 防堵別人傷害 也就不會想要利用鬼神跟鬼神之間 在那邊交戰幹嘛的 人類的世界起了爭端 人類所利用的鬼神的世界 一樣起大爭端 那就神威顯赫 所以一個好的國君在上 人民沒有什麼仇恨衝突 鬼神也沒事了 也沒有機會顯他的神威 知識之明不與鬼神相害也 古言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並不是鬼神沒有那一個神威 而是鬼神沒有被充滿了欲望的人類 調動起來幫助他們滿足欲望 傷害別人造成人鬼大戰 鬼神大戰神鬼大戰 對 並不是鬼神沒有超能力 而是鬼神不會去發動戰爭 互相傷害 因為他也是聽人們的邀請 拜託祈求而做那些事情 鬼祟集人之為鬼傷人 人除除之之為人傷鬼 人叫鬼來傷人 叫鬼祟人 被傷的人呢 被鬼傷的人呢 想辦法免除掉這個鬼的傷 那就變成人傷鬼了 本來就是人與人的衝突 人與人之所以會有衝突 欲望太大 之所以會有太大的欲望呢 就是在上位的領導者 給了人們一條一本萬億的道路 給了人們一條 這個不用做事 不勞而獲 就可以得到巨大利益的道路 那人們欲望大了 自然會互相傷害 互相傷害的時候 招數不夠用 就搬出鬼神來相助 所以鬼神也跟人互相傷害 所以好的國軍在上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民犯法令 只為民傷傷 觸犯了法令 破壞了國家管理的秩序 民傷傷 然後呢 政府單位呢 檢調單位呢 上刑務民為之上傷 所以就把你逮捕起來 當作罪犯 那他們也傷害了你 民不犯法 則上意不行行 人民不犯法呢 政府單位就不會用刑罰 政府單位不會用刑罰 叫做上不傷人 古曰 聖人亦不傷民 我覺得這比較像古文課本在做解釋 就是把剛才我所說的老子那段話 從這些角度來做解釋 但是他的文字也都很好 所以我們學學古文就好 上不與民相害 而人不與鬼相傷 就是政府不找百姓的麻煩 因為百姓沒有犯罪 人民呢 不找鬼神的麻煩 為什麼 因為不會有壞人 利用惡鬼來傷害好人 好人再找好鬼來傷害壞人 壞人之類的 不會有這些事情 糾纏不兩 不相傷 民不敢犯法 則上內不用刑罰 而外不是利其產業 人民不犯法 國軍呢 就不必用刑罰 也不必因為人民犯法不繳稅 所以我想盡辦法要你繳稅 以增加我的國庫的收入 所以外不是利其產業 所以關鍵就是人民如果不繳稅 上會者就需要想盡辦法讓你繳稅 利其產業 但現在人民不犯法 他就規規矩就繳稅 那我也不必額外找什麼方式了 湊點稅 上面不用刑罰 外部市集 是利其產業 可以責民去煩 政府不著 不用刑罰傷害人民 不增加稅收 讓人民按照你本來的這個比率 來繳稅就好 這樣人民一年兩年 五年十年下來 他自然能夠有自己的累積 民凡喜 蓄積 該生小孩的就生小孩 該養小孩的就養小孩 人口增加 而且呢 財產增加 財富增加 民去習 而蓄積 為之之位有德 人口增加 那我現在台灣人口下降 出收率下降 按照這裡的邏輯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好 這樣子 所以大家不想生了 因為太累了這樣子 所以要讓人民容易生活 容易生活呢 人口會增加 那百姓口袋裡頭的資源會增加 這就是有德 有德的國君 自我的效果 那如果不是 那就是 稅 鬼稅傷人 鬼稅 作稅 這樣子 稅 魂過去精神亂 人有三魂七魄 讓我一個精神的全部 這樣 有時候 跑掉一魂一魄 跑掉一魂一魄 就覺得有點謊神 各位你們有沒有謊神的經驗 我講一個很奇怪的例子 我有時候會有謊神的經驗 怎麼樣謊神呢 這個 大概在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 兩岸已經三通了 我已經很少出國了 然後就 就會開始出國 一兩個月我也出國一次去 去中國大陸 然後因為都很興奮 那樣 然後都沒有去過 去那種的一個地方都 枝枝盛酒 但都沒去過 所以每次都很興奮 通常在去出國的前兩天 不是前一天 前兩天到前三天 我開車會插撞 走路會撞到 大家東西會掉 咖啡一定會灑到地上 我就覺得 就是前兩天或前三天 前一天反而魂又回來了 我自己有一個解釋 就是那個 我的三魂七魄 可能有 一兩魂一兩魄 跑到那邊去安排 各種的事情 先去做一下行程探勘 然後去溝通一下 在地的土地工 城隍爺 我要來了 你要幫我的忙 所以在台灣的 有些事情 鬆鬆的恍生 我開車怎麼會跟人家插撞 我是個很小心的人 欸就會 我有那個感覺 好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的解釋 可是我自己是這樣的解釋 好 魂魄去精神亂 不過那種情況是因為我在做事 事情做太多了 那這裡頭的解釋是說 這個 慾望太多 然後呢 搞不過來 搞不過來呢 魂魄就散了 精神亂 則無等 那就一個人就是 專注力不夠 一個人就 守不住自己的氣 守不住自己的神 鬼不赦人 碎人 則魂魄不去 那這點講法是說 鬼找你麻煩 那鬼為什麼會找你麻煩 因為有人要找你麻煩 所以叫他的鬼找你麻煩 那那個人為什麼要找你麻煩呢 那肯定你的慾望 剝奪了他的利益 所以慾望多就會剝奪別人的利益 就會惹來祸患 所以呢 就很多這個 要為天下人服務的儒者 不明白一個道理 所謂服務 就是得業不落人口 但一定要再加一句話 就從利不拒人錢 那所有為天下人服務的人呢 得業固然不落人口 但是通常直接會以為 得業之後的